鏡頭是在這 在這個位置 這是我們的鏡頭在這裡 所以你今天要做視訊或者是拍照 或者是剛才 剛才有提到 有提到的那個Family Board 這個 這個的話你也可以自己用手動的 去做一些留言 你可以看到 像我這樣子在觸碰 其實它不會亂飄 代表它的觸碰是非常的容易 我在做留言的時候 我當然除了用手寫的之外 我還可以用錄影的方式 那這個錄影的方式就是 像剛才看到的這個 我把它錄完了之後 它就會秀在 就會秀在這裡了 等於說這個是留言板 我可以文字照片全部放在這邊就對了 它太雜太亂的話 我當然可以去把它做一個散除的動作 也是沒有問題 我想自己拿 你要問接人 我一直都覺得很麻煩 當然如果你今天朋友來的話 有一些互動的遊戲 可以透過它來 非常的方便 當然這個遊戲不是內建 這是我外貫的 對對對 它這個系統都在裡面 對它Android做的系統直接在裡面 它可以外投影其他東西嗎 它支援Miracast 所以你可以去投影 就手機隨便可以 對手機透過Miracast 去投在它上面 它可以多集嗎 可以 我們裡面有裝一個水果忍者的遊戲 就是為了展示它的多集 它最多可以幾十 十點的觸控 只要不重疊 對 這樣子的話是ok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框上網這樣子 你也可以直接在這裡做上網 一樣是有這個大鍵盤可以來輸入 對 當然中文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要看影片也ok 因為我要看Netflix之類的 對 因為它基本上 就是一個Android系統 對對對 你想做任何的事情 基本上都做不到 這個投影好像是 攝影 攝影 裡面的投影的人 那個 DLFUV 對 攝影 厲害 好眼力 我都是拍照的時候 想說怎麼很好 對 都拍到一瞬間 它有內建的Youtube 有 有 這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它這裡直接就有內建喇叭 對 對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用內建的喇叭來去觀賞 或者是再接個藍牙喇叭之類的 對 好 你有沒有想到這裡這樣 對 對 對